44岁刘真3月22号撒手连环 让深圳无限悲痛 27号下午突然倾盆大雨 晚间8点多 一只淡色粉蝶飞入灵堂 仿佛防魂归来 因为今晚9点 将举行刘真的头期法事 刘真父母、弟弟和新龙都来为他送经 龙岩大楼传来 正正呛不语的宋经生 在深夜的台北街头格外响亮 直到11点多法事才结束 刘真佳人陆续离开会馆 新龙透露 这几天大家自发来调研慰问 他敏感在心 但其实新龙10点就现身灵堂了 有别于前两天 他换上纯白衬衫 但这件上衣同样是刘真与设计师 量身为他设计的 深刻的爱情让新龙一时半刻无法放下 我们结婚快六年 不曾吵架因为吵不起来 听到新龙的煎熬 刘真生前好友曾仙怡和林希磊 都希望他一定要加油 才能让女儿快乐健康的成长 刚才待了一个多小时 有跟新龙大哥说什么 跟他放心 我们都在 跟新龙大哥聊了很久 然后 他希望我多陪伴他 因为他说 他看到我的时候 就会想到 刘真老师像康熙 我们两个在那边 互相调侃啊 然后我闹他的那种画面 他就会 我跟他都会觉得 刘真老师好像还在 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离开 然后当然希望新龙大哥一定要好好的 我知道需要时间 可是我说只要他需要 演艺圈的每一个同人都愿意陪在他身边 我说真的不要客气 就是把女儿带到我们家 让我女儿跟他的女儿一起玩 然后我们就陪他聊天什么的 你不要一个人在家里 然后看他的高跟鞋 看他的衣服难过 我说尽管就是找朋友出来 他到现在还是 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还是一直说他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这样 然后满满的不舍 在跟刘真老师 一起主持节目的那个过程 快乐有构争的时候 我们的相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我从老师离开的那天 我就失眠 就再也看不到他 非常舍不得 他实在非常地伤痛 就是小廖多久前面走出来 大概差不多十年八年可能都走不出来 他太伤心了 因为照顾好小朋友跟他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才可以让小真放心这样 而刘真就读崇光女中的同学和老师也到灵堂之意 刘真在学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在课业 在待人处事上面都是非常棒的 重要的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 他的父母非常重视他的教育 所以在初中会把他送到我们学校 而刘真在学习上这三年都非常的优异 我要告诉他的就是 我们永班的同学以他为柔 崇光女中也以他为柔 在练舞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小真的坚毅跟坚持 小真可以为了一个动作 然后练到我们舞蹈老师都会觉得 其实是够了 但是小真对这一块 这一部分他也是不满意 他就会一直练一直练下去 小真希望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可以继续的跳你最喜欢的舞 想要健身就能健身 随时随地上课 24小时互动直播KEEP FEAT 立刻下载果DREAM 随时随地DREAM COME TRUE